现场拉起封锁线 好几名园警见识人员在楼外徘徊 因为前亲民党立委黄奕娇 稍早在这里坠楼 宋艺后不治身亡 今年69岁的黄奕娇 傍晚在内湖这栋大楼 坠落后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事发后社区住户也感到相当震惊 亲民党人士立刻赶往现场了解状况 据了解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难过 而亲民党出身的 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 稍早已在脸书发文 非常震惊错愕 前辈关心常在我心 前立委蔡振元震惊 下午一点多 黄奕娇还传讯息给她 怎么傍晚就撒手人寰 黄奕娇曾四度连任立委 过去曾担任台湾省政府发言人 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左右手 不过最有名的事迹 莫过于她曾和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与明媛何丽玲传出一段三角恋情 著名的宝宝事件轰动一时 如今世事消息传出各界震惊 据亲民党人士透露 黄奕娇晚年受心理疾病影响 情绪时常不稳 但仍常帮宋楚于处理事物 如今传出噩耗 令人感慨万千 替着叶维玲帆亚乔SNG小组台北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